第2901集 那声音消失了 夜市茫然地看着头顶的萤火 心中只觉得怅然若失 久久无法释怀 在这座神殿中耗费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他本以为自己已经成功打破了第四面墙 却没想到还是差了一点 他所看见的或者说听见的 仅仅只是不知多少个万年前 某个仙区文明破碎虚空而去 残留在这方世界的爆炸回响 留在这颗星球上的信息就这么多了 双子号的传员已经将他们的研究成果 记录在了神殿的壁画上 想要找到更多关于仙区的线索 恐怕还得前往宇宙中的其他星系 哼 虽然把人脸的毁灭 算在盖亚背后的仙区头上有点牵强 但挖掘这一切的代价也忒他们沉重了吧 想到过去的种种经历 也使不禁苦笑了一声 一时间很难评价 当然了 在这个过程中 人类文明也并非一无所获 除去生物技术以及航天工程学领域的收获之外 他们在社会学领域的收获同样丰厚 重获新生的他们将比曾经的自己更加的坚韧 并且更加的强大 至于他自己 从这场探险中也收获了不少 虽然没有VM无法判定序列等级 但他能够明显地感觉到 自己的感知属性强化了不少 少说也往上跳了三四级 而且不止如此 夜市猛然间发现 自己已经能流畅地阅读神殿墙壁上的生长文了 除此之外 那些萤火虫也变得能听懂他的声音 还有那些像蟋蟀一样的昆虫 他的灵能好像觉醒了 就在夜市惊讶于自己身上发生变化的时候 森林人与山谷人的战争也进入了最后的高潮 森林诸部落组成的联军 在吞南的带领下连战连结 奇谋贫显 将沿着山脊一带布防的秋国守军 打得是节节败退 望风而逃 尤其在最近的一场战役中 身披动力装甲的吞南宛如始祖下班 一身铜皮铁骨刀枪不入 身其巨雄横冲直撞 在秋国军阵中游入无人之境 就连秋国最有猛的勇士都被斩杀于阵上 无数士族莫敢与之对视 更别说阻拦了 纷纷丢盔弃甲逃跑 动力装甲出现在了原始人的战场上 那毫无疑问能称得上是降维打击了 至于吞南是怎么掌握的动力装甲的使用方法 那也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只要通过灵能和过去建立联系就可以了 那对于他而言并不是什么很难的问题 那场战役成为了吞南的封神之战 其仅以一己之力便大破秋国数千士族 战场的局势对于秋国而言岌岌可危 朱元老却拿刀枪不入的吞南一点办法都没有 只能祈祷始祖的庇佑 眼看着秋人就要覆灭 就在这岌岌可危之时 一位叫秋岭的勇士忽然站了出来 此前他曾带着始祖的预言出现在元老会的会议上 并代表秋人前往近邻深处寻找始祖遗失的圣物 如今圣物虽然没有找到 但他却已然通过了始祖的试炼 并带回了始祖曾经留下的预言 那位名叫秋时也的祖先告诉他们 他们的使命是前往世界的尽头 并且要一直走 直到前方再没有路可走为止 始祖的旨意就如同九汉之后的甘林 让已经支撑不住的秋人们松了一口气 一直以来 他们都背负着守卫近临山谷的使命 如今终于可以离开这片越来越难以生存的是非之地了 秋岭带回来的不只是始祖的预言 同时也带来了逃出升天的希望 他不但重整了秋国的军队 还带着重振旗鼓的士兵们接连挫败了森林部落 数次核为歼灭的企图 并掩护族中的老弱妇孺带着牲畜和生产资料翻山越岭突围 顿入了荒无人烟的东部群山 那里是无名之河的下游 连接着一片风平浪静的海 据天上的始祖所言 只要翻过了脚下的群山 越过炎热的雨林一直向东 一直穿过广袤沙漠和草原 他们会找到一片远比近临山谷更肥沃的土地 那是始祖赐予他们的修气之所 他们将在那片土地上建起无数个城池 建立一个无限繁荣的王国 并在那里安居乐业 以及探索远比近临山谷更广阔的世界 丘岭说服了他的族人安心上路 随后带着五百名骑兵 留在了东部群山的爱口断后 虽然吞南已经得到了近临山谷 但意气风发的他 显然并不满足于眼前的胜利 还想得到更多 无视了神殿侍女带来的预言 他率领多马士族的三千精锐 以及诸部落最精锐的两千名青壮年勇士 沿着罪民撤退的足迹 追到了东部群山的脚下 并在黄昏之时发动了进攻 丘岭早已在此等候多时 他吩咐手下的士族 斩断了缠绕在滚木上的藤外 放任那石块和滚木 从山坡上滚下去 倾斜而下的石块和滚木 就如同崩塌的山洪 瞬间冲垮了吞南手下的 五千部落勇士 那些森林中的住民 哪里见过山体滑坡的恐怖啊 只当是十祖降下的天罚 被石块砸得头破血流 也被这天崩地裂的一幕吓得肝胆剧烈四散逃跑 以部落时代的组织能力 士气一旦崩溃 便几乎不可能重新组织起来 没有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丘陵率领手下五百名身骑蜥蜴的勇士 立刻发起了冲锋 紧随碎石滚木倾泻而下的野蜥蜴们 成了森林人挥之不去的噩梦 望着一盘散沙的士兵 吞南恨不得把牙咬碎了 虽然知道败局已定 但他仍不愿就此罢首 反而仗着身上这件刀枪不入的铁甲 骑着巨熊孤身一人朝这高处杀了过去 就在这时 一道清脆的破空声便灌入了他的耳中 接着又是当的一声脆响 不等他回过神来发生了什么 一只箭矢便贯穿了他的膝盖骨 那是丘陵射出的一箭 此刻他手上握着的正是十足赐予他的神功 至于那箭矢倒没什么特别的 不过是用那墨绿色的晶体做了箭头罢了 吞南惨叫一声从巨熊背上摔了下来 翻滚着落去了山脚下 直到这时他才想起来 那个叫朵拉的神殿侍女 从森林中带回来的预言 虽然各种意义上 他都理解错了惩戒之箭的真正意义 但在此时此刻的他看来 射穿他膝盖的箭 毫无疑问就是对他的警告 撤退 将屈辱吞进了肚子 他最终下达了撤退的命令 带着不到三百人的残兵退入了森林 与此同时 一箭将吞南射下山坡 不费一兵一族便挡住数十万大军的丘陵 则成为了丘人们眼中的神话 成为了这片土地上新的传奇 不过他并没有像吞南一样 因为对胜利的贪婪 而留在这片是非之地上继续纠缠 他们要去更远的地方 他们要把足迹踏遍海洋的沿岸 将文明的种子撒遍这片土地的每一个角落 前进 他高举手中的长弓 朝着士气高昂的士族们大吼了一声 乐住身下野稀的脖子调转了方向 带着众人朝着群山的深处远去 虽然不想放过这群家伙 但吞南还是将仇恨吞进了肚子里 突如其来的惨败 彻底打破了他一桶森林的计划 就算多马部落成功夺回了圣地 也已经因此援起大伤 而在此后 他和他的族人们还得面对来自始祖的惩罚 在部下的搀扶下重新站起的他 只觉得前所未有的虚弱 伤口的肿痛 甚至让他感觉自己已经时日无多 他心中只剩下懊悔 悔恨当初为何要一意孤行 悔恨自己为何没有听劝 悔恨为什么不放那群罪名一条生路 也给自己一个机会 不过事已至此 说什么都已经晚了 太阳落下之后 双方各自宣布了自己的胜利 前往了他们各自认同的未来 至于在此之后的事情 那又是一段曲折而漫长的史诗了 第2902集 森林中的营地 兽皮搭成了军杖 昔日不可一世的多马城之王 正虚弱地躺在床榻上 昨晚下了一整夜的雨 或许是淋了雨水的缘故 他的伤口愈发的肿胀 看来不只是始祖 就连伟大的殷索夫之树 都站在了丘仁的一旁 可为什么 那些家伙明明听不到殷索夫之树的声音 却获得了他的垂青呢 握在床上的吞南百思不得其解 意识却已渐渐恍惚了起来 此时此刻的他尚且还没有意识到 自己置于天地的渺小 击败他的人从来不是丘仁 也不是始祖 更不是殷索夫之树 而是他自己内心深处的傲慢与贪婪 他以为自己参透了殷索夫之树的秘密 却没想到 自己只是大树脚下的蚂蚁 参透的那点东西连皮毛都算不上 只是些枯萎的树叶树皮罢了 不过这并不是他的错 时代的局限性注定 他只能站在蚂蚁的视角上看问题 属于森林猪部落的巨人还没有出现 思想的启蒙尚未兴起 兴许随着时间的推移 当他的后人终于走出这片森林 真正点亮文明的火种 双脚迈向星空 在重新认识殷索夫之树的时候 也许会有不同的理解 不过那将是不知多少个千年以后的事情了 如果他们的文明能历经时间的考验 走到那一天的话 看着虚弱的首领 坐在床榻旁边的萨奎轻轻叹气 用颤巍巍的声音说道 语言终究还是发生了 火焰 尸体 死亡 那是他连接 因索夫之树所获得的启示 并且从战争开始之前 他就已经看见了 而这一切也果然的发生了 全知全能的他就如同穿透了因果 或者说他就是因果本身 振步于那可怕的夜里 萨奎左手按在胸前 右手捏着一撮野兽的骨灰撒进火堆 嘴里振振有词地念叨着 向伟大的因索夫之树和始祖 忏悔和祈祷 微眯着眼睛的吞南忽然睁开了双眼 那张棱角分明而虚弱的脸上 罕见地浮现了一丝虔诚 我看见了一所福之树 他在召唤我 萨奎文言脸色大变 握住了这位年轻领袖的手 声音带上了一丝哀求 请不要抛下我们 吞南叹息了一声 气弱油丝地缓缓说道 我也不想 但我已时日无多 没有听从始祖的劝诫 是我犯下的最大的错误 多麻城的后裔 应该记住这个深刻的教训 说到这的时候 他那张虚弱的脸上忽然涌出了一丝红润的光泽 就像回光返照似的 他抬起胳膊握住了萨奎的手腕 我得回多麻城 带我去始祖的面前 我要亲自向他道歉 那是他最后的愿望 也是他通过殷索夫之术看见的启示 那是他能为自己族人做的最后一件事 看着那双眼睛里的虔诚和决绝 萨奎哽咽着泪水点了一下头 答应了行将旧墓的首领 很好 在三百名残兵的护送下 多麻部落的士族日夜兼程 终于在太阳第三次落山之前 将还剩下半口气的吞南带回了多麻城 而此时此刻 圣树根部的神殿之外 虔诚的信徒们正匍匐在那粗如山岳的树根旁 万千萤火正萦绕在那宏伟婆娑的树冠之下 将黑叶变成了白昼 将那一片片绿叶映成金黄 看到这不可思议的一幕 从前线返回的部落勇士们纷纷睁大了双眼 随军出征的祭司们脸上更是难以置信的表情 即使是他们部落中灵能最强大的吞南 也驱动不了如此之多的圣光之虫 寻常觉醒了灵能的族人 所能驱使的数量也不过几十上百只而已 而此刻萦绕在此地的圣光之虫 却点亮了整棵圣树 那数量已经多到 无法用殷索夫之树子民的语言来形容 黄金树 萨奎的嘴里喃喃自语着 目不转睛的望着那仿佛在发光的树冠 他想起了一个古老的传言 传说在遥远的蛮荒纪元之初 这片大地上的所有人都生活在近临山谷中的时候 那棵最初的庇护一切生灵的圣树 便是这般闪耀的模样 如今那早已消失的一幕再一次降临在了这片森林中 并且降临在了多马部落的圣树上 欣喜若狂之余 萨奎的心中更多的是困惑 到底发生了什么 就在这时 他看见了跪在神殿入口处祈祷的神殿侍女 那个代替始祖降下预言的朵拉 他迈动颤颤巍巍的脚步 穿过弯淫的树根 快步走到了神殿的入口 双膝跪在他的身旁 老人双手合时祈祷 与他建立了心灵的连接 问道 这里发生了什么 朵拉闭着眼睛 虔诚的脸上没有一丝波澜 如湖水般宁静的心境 荡开了无声的回响 因索夫之术降下了神迹 始祖再一次听见了他的声音 萨奎闻言一愣 接着脸色陡然变了 始祖大人还在里面 朵拉轻轻点头 我们请求他出来 但是他拒绝了 萨奎茫然地愣在了原地 回过神来之后 立刻从地上起身 迈开脚步走向了神殿的入口 朵拉没有阻拦他 只是睁开了双眼 目送着那背影 消失在神殿的入口 没等多久 年迈的祭祀 又两眼茫然地 从那神殿中走了出来 他的脸上写满了困惑错愕 并渐渐变成了惊慌和恐惧 他刚才分明在向神殿的深处走去 然而走着走着 却又回到了入口 朵拉看着他 用那无声的语言说道 没有人能进入神殿 没有他的允许 在此之前 他已经尝试过很多次了 神殿之外亮如白昼 神殿之内亦是一样的灯火通明 坐在那藤蔓缠绕的床上 夜市安静地注视着墙上的壁画 只觉得精神世界前所未有的充实 那是一种奇妙的感觉 就好像在同一台电脑上开了两个小号 而其中一个小号进入了副本 之前在超空间航道中的时候 他曾经体会过一次这种奇妙的感觉 只不过还没来得及细细琢磨 便匆匆地离开了 如今随着他将意识沉入周围的环境中 并任由那发散的精神感知 向周围蔓延 那种意识穿越时间和空间的感觉 又重新回到了他的身上 并且和之前不同的是 这一次他在主世界中的意识 并没有陷入沉睡 而是在和副本中的意识 同时保持着清醒 不过相对的是 这一次他无法触碰副本中的任何事物 只能透过一层忽明忽暗的迷雾 看着迷雾背后的事情 静静地发生 这大概就是灵能了 起初叶时对于这种光怪陆离的情况 还感到有些手足无措 而如今的他已经能熟练地控制这种能力 并自主选择建立连接的目标 譬如此刻 他便将自己的意识连接到了多玛城的圣树 透过那镌刻在圣树根部的生长纹 让一部分意识回到了150多年前 回到了这棵参天大树 刚刚被种在这片森林中的时候 与他推测的一样 森林中的圣树果然是双子号的船员种下的 不止如此 叶时经过一番测试后惊喜地发现 自己不但能与圣树根部的壁画建立心灵连接 甚至还能在进入副本的同时 继续发动能力 以副本中的目标为跳板进入新的副本 换而言之 就是将进度条继续往前拖 拖到这棵圣树还没被种下的200多年前 当然了 这种迭代不是能无限进行下去的 当它以副本中的目标为跳板进入新的副本之后 所能看见的东西已经相当的模糊了 就像在迷雾的外面 笼罩上了一层更浓的雾 透过那层虚空的迷雾 他能看见的只有模糊的影子 能听见的也只剩下偶尔传来的枝言片语 根本没法寻找新的跳板 不过 哪怕能听见看见的只有枝言片语 也相当的不错了 至少对于叶时来说 帮助他结合壁画上的信息 还原这颗星球过去200年间发生的历史 已经足够了 三年战争末期 双子号和猎户号分别接到了 关于周末之战计划的命令 正如赵天河舰长预感中的那样 他们和身为姊妹舰的双子号 接到了截然不同的命令 猎户号是周末之战计划的执行者 负责对地球的生态环境进行重启 彻底清扫盖亚之种残留的危害 以帮助避难所更好地重建 人连时代的秩序 至于被弹不多的双子号 则是计划的监督者 负责监视猎户号执行命令 双方其实从一开始就别无选择 尤其是在双子号清楚 猎户号大概率不会执行任务的情况下 他们想要活命 只能先下手围墙 而即便是先下手围墙 他们活下来的概率也相当之低 最多不过是拼个同归于尽的结局 那样的胜利毫无意义 甚至比失败更加糟糕 于是双子号的舰长宋宇川 做了一个急切冒险且大胆的决定 那便是将全体舰员的思维上传到电路板 他们将在对手杀死自己之前 先杀死自己并在与对手同归于尽之后复活 以仿生人的姿态继续执行命令 这是他们所能想出来的最优解 在幸存者与人连之间 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人连 这个计划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同 毕竟他们本来也没有更好的选择 况且他们的家人大多也都在避难所里 然而也有少部分人认为 这种将思维传到电路板的行为与自杀无意 拉个朗日点空间站制定的周末之战计划 更是愚蠢至极 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和猎户号谈谈 他们相信一定有能让所有人都活下来的办法 关于这场争执是如何发生又是如何结束 夜时也看不到更多的信息 透过虚空的迷雾 他所能看见的两百年前的历史就这么多了 毕竟对于他头顶的这棵圣树而言 想要真正理解这段属于天上的记忆并不容易 更何况种下他的那名船员 显然也不太想回忆那些旧时代的事情 17名船员最终被塞进了休眠舱 塞进登陆艇射到了同步轨道上 在那之后发生的事情无需多言 基本上就和夜时在超空间航道 以及猎户号残骸上看到的差不多了 双子号向猎户号射出了装有中子弹 以及全体舰员灵魂的登陆艇 而猎户号则在进入超空间航道之前的一瞬间 向前者发射了中子鱼雷 双子号的残骸留在了盖亚行星的轨道上 而猎户号则带着处于生死未捕的叠加态的船员们 跃向了五光年外 至于17名躺在休眠舱中被流放的船员 则在同步轨道上沉睡了将近四五十年 终于在蛮荒纪元的末期苏醒 他们乘坐登陆艇降落到了盖亚行星上 并在这颗星球上发现了殖民者的后人 也就是那群绿皮肤的盖亚人 在对那些盖亚人的研究和观察中 他们渐渐意识到 人连对于盖亚行星的认识是存在偏差的 甚至是彻底错误的 这种错误究竟是因为殖民地的激进势力有意误导 还是因为人连自身那居高临下的傲慢和偏见 已经无从知晓 在研究了盖亚人生活习性以及文化习俗之后 17名船员最终得出了结论 这颗星球上曾经存在过一个无限繁荣的文明 并且和刚刚踏入星空的人连不同 这个高等文明的繁荣 远远不止局限于南门二这一片星系 其足迹甚至已经远远超出了 人类文明认知的范畴 至于盖亚 只不过是那个高等文明 留在这颗行星上的生态维持系统罢了 不得不说 这个发现相当的令人着迷 无论是那个高等文明的存在本身 还是他们最后去了哪里 毕竟如果连这个成就远超 人类文明的先行者 最终都难逃自我毁灭的结局 人类文明的衰亡 似乎也没什么好可惜的了 万物由生向死 由死向生 不过是注定的宿命 怀之对先驱的好奇 以及对揭示宇宙真理的渴望 十星名船员暂时放弃了回家的打算 借助有限的工具 对盖亚人和他们的圣术 展开了一系列的调查 而经过一系列过程 充满曲折的探索 他们最终发现了它的存在 那是发生在觉醒纪元前夕的事情 最初发现它的是五部的物理学家 丘时野 这些平时派不上用场的家伙 总是能在莫名其妙的地方 证明自己并不像看起来那样没用 只是有用的不太明显 总之 在长达十数年的研究中 他终于解析了盖亚人所拥有的灵能 并在觉醒灵能之后 发现了因索夫之术的存在 进而又用维度的理论对其进行了解释 这些都是留在神殿壁画上的信息 当夜市看懂了壁画上的内容之后 自然而然也就继承了这些线索 并且和那个曾经成功过一次的丘时野一样 与他进行了直接的对话 也正是那次对话 让丘时野博士彻底的疯了 并且陷入了歇斯底里的疯狂 或者换句话说 就是走火入魔了 他从先驱那里得知 这个宇宙是存在造物主的 而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这个宇宙中的一切 都只是某本书中的角色 或者某面墙上的壁画 想要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上 唯有打破世界之窗 也就是打破第四面墙 在丘博士看来 那是所有文明最终都必须经历的命运 他们终将直面自己的造物主 并且他们面前就有个活生生的例子摆在那里 曾经存在于这片宇宙中的先驱 已经成功做到了 打破了他们与造物主之间的屏障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他需要双子号导弹巡洋舰上的反应堆 进行更进一步的试验 为此需要把反应堆拆下来搬到地上 对于这个疯狂的计划 另外16名船员自然是表示了反对 毕竟那是他们回家唯一的希望 在另外16名船员看来 他们已经成功挖掘了整座遗迹 是时候离开这里了 更不要说他们都是吃过疯子的苦的 并且为此被一脚踹下了船 为了防止这个害群之马干出离谱的操作 他们试图把这家伙关起来 结果很不幸 让他带着自己的拥躺 逃进了森林 而这些人也就是后来的丘人 那些感知不到灵能的物质主义土著们 再后来发生的事情 便是这片森林中所有土著们都耳熟能详的第二次审判日 燃烧的宫殿坠落在了地上 值得一提的是 多玛城神殿中的壁画并不是邱博士留下来的 而是另外16名船员中的一员 他们将圣树的种子带进了森林 在觉醒了灵能的土著的帮助下 补育了新的圣树 并将这段历史记录在了圣树的根部 也正是因此壁画上的信息 其实是包含有强烈的主观色彩的 夜时站在第三方的视角 试着对壁画上的线索进行了抽丝剥茧 忽然惊讶地发现 这段历史竟是如此的相似 17名船员就是否追随先驱的道路发生了分歧 并因此大打出手 带领罪民征服近林山谷的丘师也无疑是赢了 但也无疑是彻底的失败了 如果第四面墙真的这么容易打破 先驱文明也不至于费那么大力气了 虽然壁画上没有记载 但夜时靠猜已经猜到了后面的事情 和自己一样 那个秋实也博士最终发现了那个最后的真相 他确实打破了第四面墙 但并没有变成身为物质主义者的 他幻想中的那个无所不能的造物主 而他听见的声音也并不是身为造物主前辈的他发出的 仅仅只是他残留在这片宇宙中的回响 他从没有真正的和他对话 只是和他留在这个世界上的影子打了声招呼罢了 干 这他妈不就和第一次审判日一样了吗 三年战争的幸存者为了自己所相信的真理 在战争结束之后的盖亚行星上 拿着没打完的家伙又干了一架 历史就像一个圈 发生过的事情一次又一次地重演 甚至就在他眼皮子底下又转了一圈 想到那场令所有吐住欢欣雀跃的雨 和那个自作聪明的吞南 也是心中哭笑不得 也终于理解了 他在最初见到他时 那意味深长的嘲笑 你们总是如此 在那之后又过了三天 就在多马城的首领吞南 从只剩下一口气变成了只剩下半口气的时候 夜时总算是离开了神殿 结束了这漫长的闭关 至于为什么多待了三天 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理由 主要是为了将他在壁画上的发现 以及壁画本身移植到论坛上 这件事说起来简单 做起来还是有点费神的 以至于夜时感觉 自己在现实中的记忆力和专注力 都跟着提升了不少 甚至一度怀疑 现实中也觉醒了某种特异功能 不过很遗憾 或许是因为现实地球正处在末法时代 也或许是缺了一座先驱文明的遗迹 那心灵感应的能力 并没有在他现实世界中的身体上出现 但说实话 在更新帖子的时候 夜时总是不禁会想 会不会现实中其实也存在着类似的东西呢 比如算命 风水 占卜 甚至塔罗牌等等这些具有民俗文化性质的命理学 会不会其实就是一种灵能的初级表现呢 就像多马人通过向殷索夫之术祈祷 透过虚空观测未来 虽然他们并没有正确理解殷索夫之术的本质 但由于他们一代又一代 无论过去还是未来 都在虔诚地重复着同一件事情 以至于他们无意中和未来的后代们 围绕着殷索夫之术这一不可名状的存在建立了共鸣 从而遇见了自己的未来 仅从结果上来讲 虽然他们寻求的从来都是自身的建议 但和寻求殷索夫之术的建议也没什么区别了 那个存在而不可捉摸的存在 起到的只是梯子的作用 站在梯子上的他们 最终还是看见了一部分未来 哪怕看见的未来是抽象的 而这关于未来的预言 最终也确实应验了 夜时不知道如何用科学的理论 来总结这些发现 或许联盟应该派遣专业的 社会科学研究人员 常驻在盖亚星球的轨道上 对地表的文明活动进行观察 或许这只是他的一己之见 但他总是琢磨着 这或许会比直接殖民这颗行星 更加有用一些 宇宙很大 他们没必要执着于南门二这一颗星星 还有的是更广阔的世界 等着他们去探索 譬如先驱文明留在这片宇宙中的 其他遗迹 譬如其他和人类一样 刚刚走出墙堡的新生文明 总之 在经历过猎户号和双子号的事件之后 夜时仍旧毫不怀疑的确信 自己仍然是一名坚定的唯物主义者 只不过他的认知却不再和以前一样 像小孩子那么绝对了 毕竟他亲眼看见了 真实的世界并不是非黑即白的 将所有的发现更新在了论坛上 夜时终于从神殿中走了出来 而当他走到外面的时候却发现 无数森林人正匍匐在地上 朝着他的方向顶礼膜拜 这其中不只是多马城的土著 还有森林中其他部落的住民 他们神色庄重 模样虔诚 匍匐在圣树的树根下 沐浴在金黄色的光芒中 直到这时夜时才注意到 那飞舞的萤火虫 已经将圣树点缀成了闪耀的金黄 一群赤着上身的神殿侍卫走了过来 他们抬着一只藤木编织的担架 担架上铺着宽叶和甘草 甘草上躺着一具魁梧的躯体 这具躯体曾属于一位 拥有着无限伟力与权力的君王 他曾经是这片森林中的最强者 无论是凶恶的猛兽 还是最能争善战的部落 都沉浮于他的脚下 然而如今的他 却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就如同一块腐烂的朽木一样 甚至已经无法用自己的双脚行走 也是怜悯地看着他 心中意外地没有一丝仇恨 也没有任何幸灾乐祸 或者大仇得报的解气 人不能指望树上的猴子和人一样 懂得礼仪廉耻 他只不过是做了他一定会去做的事情 而他的结局也早已经写在预言中 一切就像是约好了那样 我想您忏悔 恳请您宽恕我和我族人的罪 吞南用忏悔的视线注视着他 试图抬起那已经抬不起来的手 夜时伸手握住了他的手 用从未用过的和蔼语气说道 我宽恕你 那句话仿佛赦免了他所有的罪 吞南的双眼浮起了一丝感激 也终于地咽下了喉咙里最后一口气 合上了那双疲惫的眼睛 想救活他其实很容易 甚至不用太高端的科技 只要一针青霉素就够了 不过夜时并没有这么做 而躺在担架上的那人 也没有恳求他出手 看着逝去的首领 看着担架的神殿侍卫单膝跪地 嘴里送念着道词 送别那远去的灵魂 用火葬 夜时看着为首的那位神殿侍卫 只说了这么一句 便不再多言语 那个叫萨奎的祭司成为了新的首领 据说是吞南临终之际 将首领之位善让于他 有趣的是 丘仁在元老院溃败之后 得到了带领他们走出蛮荒的领袖 而森林诸部落在经历东部群山的惨败 以及吞南的生死之后 反而捡起了被丘仁扔下的元老院制度 居然出现了森林中未曾有过的古典共和的萌芽 战争带给他们的也不全是毁灭 也带给了他们不曾拥有过的东西 或许那便是他所说的有趣的地方吧 这些发生在神殿之外的事情 是叶氏在闭关的时候 有朵拉通过心灵感应告诉他的 他并不是真正的断绝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 毕竟蒋雪舟还在同步轨道上等着他 他怎么也得让人替自己报个平安啊 看着和尚双眼安息的吞南被抬了下去 萨奎迈着颤颤巍巍的步子上前 恭敬地跪在了叶氏的面前 用郑重的声音说道 无上的始祖我恳请您 给予您的孩子一起事 他将自己的姿态放得很低 就像犯错的孩子面对着自己那严厉的父亲 也是注视着他的眼睛 用上了从未用过的温和语气 将你们的历史刻在树根上 刻在石板上 刻在泥土里 刻在你们能看见的每一个地方 将这片土地上发生过的事情 永远地流传下去 你们不需要我们的建议 你们需要面对自己的内心 萨奎的脸上带着怅然若失的表情 又似乎是领悟了什么 他恭敬地低下头 发自内心地感谢着 随后在神殿侍卫的搀扶下起身 走去了他的族人们面前 属于吞南的时代结束了 一个崭新的时代就此拉开了帷幕 看着走到所有小绿人的面前 坐着慷慨激昂演讲的萨奎 夜时的嘴角翘起了一丝欣慰的笑意 就在他正打算离开的时候 一只银白色的无人机忽然飘到了他的身旁 对着他的肩膀狠狠地撞了一下 你到底在搞什么 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 焦急的声音从无人机的下面飘了出来 看得出来 蒋雪舟确实是担心坏了 我不是和你抱过平安了吗 夜时揉了揉自己的肩膀 吐槽了一句说 而且啊 别说你心里没想过 让这家伙吃点苦头也好 这句话明显把蒋雪舟给噎住了 显然 他确实是有这么想过的 一群土著能把他困住 但要说能让他有什么生命危险 那也是绝无可能的 毕竟 那家伙身上的零件可都是他自己装的 他可太清楚他的本事了 总感觉 你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 空中的无人机晃了晃 扬声器飘出一声小声的嘀咕 也是不由自主上扬了嘴角 淡淡地笑了笑说 有吗 嗯 或许有吧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我觉醒了灵能 真的假的 无人机的摄像头对准了他 那声音里充满了将信将疑的惊讶 叶时一脸破真地说道 真的 不信 一会儿我回去给你露一手 露一手可以 但是 你可不许乱来啊 蒋雪舟的声音忽然扭捏了起来 叶时做了个无奈的表情 乱来还行 他还能怎么乱来呀 真是无稽之谈 说正经事吧 我有个想法 总觉得从这家伙嘴里听到正经这两个字感觉怪怪的 不过蒋雪舟还是疑惑地问道 什么想法 叶时停顿了片刻 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我在多马人的神殿中 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东西 种种线索表明 在我们的文明诞生之前 在我们的母星还是一颗死寂行星的时候 这片宇宙中 还存在着一个远比我们先进的多的文明 我姑且将其称之为先驱文明 详细的报告 等我回到星剑上之后 我会写下来跟你瞧瞧 我想等这一切风波结束了之后 去寻找那个先驱文明的遗迹 这段旅程可能会很长 我也拿不定主意什么时候会结束 甚至也许永远都不会结束 我们可能会在这条路上一直一直走下去 直到宇宙的尽头 你愿意陪我一起吗 第2906期 那些遗迹想来应该比废土上的遗迹有趣多了 而且价值大概也比后者高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他觉得尊敬的管理者应该会支持他的想法 说不定还会赞助他一艘飞船 越是了解他的存在 夜时便是越克制不住地对他好奇 以及对这款游戏的好奇 这真的只是一款游戏吗 他想到了那个一直以来流传在网络上的传言 废土Online其实并不只是一款游戏 而是高等文明送给人类的礼物 终结废土纪元只是明面上的主线 而在那深层的代码中其实还埋藏着一条明线之下的暗线 那便是关于世界本质的探索 或者说探索关于造物主的线索 也是冥冥之中有种预感 不只是废土Online的世界存在着造物主 现实世界也有着类似的存在 无论夜时还是夜尾 其实都是某部电影或者某本小说里的人物 就像他俯瞰着吞男一样 一双或者一双双看不见的眼睛 同样正透过那无所不在的世界之窗 俯瞰着他和他留在这方宇宙的回响 通讯频道那头沉默了好一会儿 接着传来了激动甚至于哽咽的回答 我愿意 我愿意陪你到宇宙的尽头 他其实并不清楚先驱究竟是什么 对于夜时在神殿中的奇遇更是一头雾水 只知道他好像和那个朵拉一样 透过墙上的那些奇形怪状的鬼画符 成功与某个不可名状的存在进行了对话 那确实是个很有意思的研究素材 搞不好能让他的事业再进一步 从C级升级为B级 成为和他昔日导师平起平坐的存在 不过对他来说 那些事情已经不重要了 刚才的那句话 便是他这辈子听过最浪漫也最深情的告白 听着通讯频道那头的回答 夜时脸上浮起了一抹阳光的笑容 原本他还打算和他道歉来着 不过现在看来他心中的气好像已经消了 不只是自己 他也变得成熟了 看了一眼重新回到自己的历史轨迹上的森林人们 夜时准备从这离开 也就在这时 一直守候在神殿门口的朵拉 忽然跪在了他的面前 用恳求的声音说道 尊敬的始祖大人 请带我去天上 他感觉他要离开了 而且这一走便是不知道多少个世纪 生活在地上的他们可能永远也不会再和这些始祖们相遇了 看着那张虔诚的面孔 夜时不知怎么便想到了他口中提到的那个傻瓜 那个傻瓜大概就是秋师爷博士吧 想来想去也只可能是那家伙了 秋师爷渴望他将自己带去天上 最终却发现天上的世界和自己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 夜时思索了片刻 看着他说道 天上不过是另外一个地上 那里不是你想象中的天堂 如果你们将对精神世界的探索 作为毕生的追求 应该多听听他的声音 而不是听我们的 非要说的话 这些森林人们应该是先驱的孩子 而不是人类文明的 至少在精神上是如此 在没有外力的干涉下 他们最后大概会走上和先驱文明相似的道路 飞升前往造物主的世界 而秋人才是真正意义上属于人连的孩子 他们大概会走上和人连相似的道路 将理想城市的大同世界 作为精神层面的天堂 并将对物质世界的探索作为毕生所求 两个文明在同一个星球上 孕育出不同的国家和组织 而这些原始人国度和组织 彼此之间相互摩擦碰撞迸发的火花 将为联盟提供海量的艺术品 以及宝贵的社会学经验 联盟或许能从中获得某种启示 以增强或改进与其他地外文明的交流 当然 这些都是后话了 叶石如此说着 朵拉却仍旧不愿就此放弃 用那双明亮的眸子注视着她 我想去看看 拜托了 请您带我去吧 我什么都愿意做 看着那双虔诚的眸子 也是沉默了许久 最终还是心软了 看在你帮了我这么多忙的份上 我可以带你去天上瞧瞧 不过 你得记住 这将意味着 你永远无法回到这里 你将和你的家乡还有家人 彻底地永别 你确定要这么做吗 朵拉认真地点了点头 我更想知道 真理 仙驱 阴索夫之术 刻在遗迹里的那首诗 还有墙上的壁画和天上的云 我想知道 它们到底是什么意思 旧人的首领说 他看见了自己的答案 他会在迷宫里继续前进下去 我同样看见了自己的答案 但他 埋在了天上的云里 我想去那里看看 请您带上我吧 在他的能力 所能窥见的未来中 他和他的族人 仍然在这片森林中徘徊 至于更遥远的未来 已经超出了 他的能力 所能窥见的范畴 他不愿余下的一生 都在困惑和等待中煎熬 他想知道 他所渴望的真理 甚至于 他愿意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看着那张认真的脸 也是最终 还是认可了那份决心 不再劝阻 其实仔细想想 在他的船上 添一位灵能者翻译官 也挺不错的 虽然他也觉醒了灵能 但他毕竟是舰长 好吧 蒋雪舟才是 猎狐号亲定的舰长 他是二把手执行官 不过也没什么区别就是了 起来吧 现在开始 你也是猎狐号的船员了 第2907集 灵能 这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404号避难所 第四层的浏览室 在看完了来自武光年之外的报告之后 英方放下了手中的平板 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的表情 说实话 初看的这篇报告 楚光的惊讶不比他少 甚至一度以为 夜时那小子在整活 故意放一些烟雾弹 逗论坛上的其他人玩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 更新在论坛帖子里的线索越来越多 这种可能性便微乎其微了 那家伙不太会说谎 真要是编的 最多三句话就露馅了 扣了那么多字都还没有露出破绽 甚至把他这个管理者 都唬得一愣一愣的 那也只可能是认真的了 放下手中的红茶 楚光表情微妙地说道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其实你看到的这些资料 本身就是通过类似的方法 从武光年外传来的 英方一时间愣在了原地 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最终长叹了一声 唉 看来这个世界上 还有太多我们不了解的事情 但也很令人兴奋不是吗 楚光淡淡笑了笑说 一个领先我们数千年 乃至上亿年的文明 替我们揭示了这其中的奥秘 我们只要顺着他们留下来的线索 继续寻找下去 说不定能比他们走得更远 玩家的存在其实就是最好的证明 404号避难所的初代管理者 显然已经找到了穿透第四面墙的方法 并且基于形态行程厂建立了一座 类似于信息网道一样的东西 虽然目前联盟对于形态行程厂的探索 还处在早期的阶段 但楚光相信 他们迟早有一天 能把这其中的秘密完全挖掘出来 双臂抱在胸前的赫亚站在一旁 忽然饶有兴趣地说道 我倒是很好奇 那个从盖亚行星来的孩子 你说那个灵能 会不会和大脑垂体中的 某些特殊信息素有关 看见那兴致勃勃的表情 鹰方忽然没油地打了个寒颤 楚光咳嗽了一声 对于地球外的智慧生物 我是赞成不干涉立场的 更何况 它们身上也流淌着人类的血 有些事情是禁止的 我知道 我只是想借一点DNA研究一下 你别说得好像我要把人 开长坡度了一样好吗 看着表情微妙地楚光 赫亚忍不住吐槽了一句 那种野蛮人的研究手段 都是多少个世纪以前的事情呢 楚光表情微妙地说道 我只是提醒一下 没有别的意思 这时候鹰方忽然想到了什么 开口说 不过话说回来 照这份研究报告上的意思 404号避难所居民 本身就是具有某种灵能层面特质的吧 就是那种能够跨越时间和空间 传递信息的能力 有什么问题吗 楚光看向他问道 我只是觉得有些奇怪 银方轻轻耸了一下肩膀 毕竟储存在这座避难所的基因序列 都是公开的研究项目 但一直以来 我也没听说生物研究所这边 发现了什么不寻常的东西 这次赫亚也皱起了眉头 陷入沉思起来 确实有点奇怪 如果灵能觉醒者在生物特质上 与其他同类存在明显的差别 他应该早就发现了才对 如此说来就只有一种解释 这种差异并没有体现在生物层面 楚光思索了一会儿 尝试着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我不太懂研究上的事情 不过会不会有一种可能 虽然灵能和形态形成场描述的都是同一种现象 只是专业的角度不同 就相当于一张纸的两面 银方眼睛一亮 若有所思地摸了摸下巴 有点意思 赫亚沉默许久 叹了口气说 看来只能交给物理研究所 和社科研究所去琢磨了 南门二 盖亚行星 近临山谷的深处 一座不起眼的山洞 埋在连绵起伏的群山之中 通往洞口的山路 几乎被茂密的植被埋住 远处还时不时传来野兽和翼龙的鸣叫 稀稀苏苏的声音 仿佛有危险在黑暗中蛰伏 若是没有向导在前面带路 就算是经验丰富的探险家 也难免在这里迷路 然而 穿着动力装甲行走在这里的夜时 却像是走在自家的后花园一样 一点也没有被那茂密的森林困住的迹象 这倒不是因为 它的动力装甲性能有多强 而是灵能赋予了 它与殷索夫之树沟通的能力 这里的每一只昆虫 甚至每一片树叶 都是它的眼睛 与其说 它是闯入这片森林的探险者 倒不如说它是这片森林的客人 而这座埋藏在近林深处的遗迹 也已经在这里等候它多时了 那 就是这里了 这颗行星上的最后一处遗迹 由人连空天军舰队 双子号导弹巡洋舰第五部门 丘师爷博士留下的临时实验室 不出意外的话 失踪的反应堆就在这里 双子号的残骸中 没有发现丘师爷的遗体 而刻在遗迹上的那首诗中 又提到了迷宫和云 结合他留下的那些意味深长的话 夜时合理地推断 丘师爷博士应该是将反应堆拆下来 搬到了森林中的某处 甚至于被拆下来的不只是反应堆 还有第五部门的实验仪器等等 在之后的调查中 夜时通过树木的生长周期 确认了丘师爷博士活动的最后位置 也就是这片位于半山腰处的山洞 这里曾经是丘人举行祭祀活动的场所 只是后来因为自然原因而被废弃了 至于他们祭祀的目的 能想到的理由显然只有一个 那便是他们的十足曾在这里长眠 说实话 夜时其实挺意外的 蒋雪舟居然漏掉了这些线索 以他的能力 绝不至于挖掘到剑桥附近 就找不到推进挖掘的线索了 当然了 谁都有失手的时候 而他自己其实也是靠着灵能取巧 才找到了疑似实验室入口的山洞 倒也没什么可取笑他的 第2908期 终于走到了山洞的入口处 夜时在洞口放置了发射无线电信号的信标 接着最后检查了一遍身上的探险工具 也就在这时通讯频道中传来轻轻的哼声 听到那通讯频道中传来的轻轻冷哼 正准备进入山洞的夜时 做了个无奈的表情 叹了一口气说 我尊敬的亲爱的舰长小姐 请问彼人又怎么招惹您了 通讯频道中沉默了半声 接着传来咬牙切齿的声音 你自己心里清楚 自己心里清楚还行 听到那赌气中带着一丝委屈的回答 夜时不禁玩耳一笑 然而这不易察觉的笑声 却是激怒了某个正在气头上的醋坛子 你 你笑什么 夜时用调侃的语气说道 没什么 就是感觉正在生闷气的某人 就像个小孩子一样 江雪舟气鼓鼓地说道 你才像个小孩子 你最像小孩子了 他现在生气的理由 已经不是这家伙擅作主张 让某人上船了 而是他那若无其事的样子 就好像无理取闹的反而是自己 是是是 我是小孩子 那你让让我咯 夜时笑着回了一句 停顿了一会儿继续说 其实你心里也是想戴上他的吧 见通讯频道那头没了声音 夜时笑着调侃了一句 我猜对了 过了大概有半分钟那么久 通讯频道中传来小声的声音 这 这就是灵能吗 夜时想了想说道 嗯 虽然心有灵犀也是心灵感应的一种 不过我猜这种程度的心灵感应 和你想象中的那种灵能 大概是不同的 江雪舟呲牙咧嘴地说道 谁又跟你心有灵犀啊 夜时哈哈笑出了声来 臭屁地说道 那当然是我了 还能有别人不成 没有继续捉弄雪舟 说到这个时候 他停顿了片刻 换上了郑重的声音说 朵拉的事情没和你商量 对不起 不过我也确实没想到 你会因为他的事情吃醋 你要是介意的话 我会替你和他把话说清楚 等回地球那边 他下船就是了 带一个盖亚人代表 回地球上还是有必要的 这也是他接到的支线任务之一 无论是出于科学研究的意义 还是出于文明与文明之间交流的意义 联盟那边都希望 他能带一个或者几个人回去 以友好或者收买的方式 朵拉是自愿离开自己的世界 那自然是再好不过的了 至于什么男女之间的事情 那完全是八杆子打不着边的 而且不说无稽之谈 他也压根就没有表现出 对他有男女那方面的感情 那种对先祖和神灵的崇拜 以及对知晓真理的渴望 与一般世俗的感情 还是有着很明显的差别的 就不说别的了 朵拉对蒋雪舟也是一样的反应 总不至于也是那方面的喜欢 也是自己就更不用说了 大归大 他震惊归震惊 但还真没有过那方面的想法 至于为什么 那就又回到那个无稽之谈的问题上了 不过他其实也理解 恋爱中的小女生和更年期的老女生 都是敏感的 小蒋无疑是前者 听到叶石把话挑明 正在同步轨道上的蒋雪舟 脸刷得红成了灯笼 顿时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 跳了起来 谁吃醋了 你别自作多情啊 我怎么可能吃原始人的醋嘛 叶石嘴角翘起了一丝笑意 将这摇摇晃晃踢来的皮球 又踢了回去 哦 哎呦 那看来是我自作多情了 请问尊敬的舰长大人 不知道彼人到底是哪里没有做好 又得罪了您呢 压根没想到这个皮球会被踢回来 猝不及防的蒋雪舟支支呜呜了好一会儿 终于硬着头皮憋出来一句狡辩 你 你擅作主张 不仅本舰长同意 就擅自让人上船 叶石笑着说道 人还没上船呢 现在反悔也来得及 那我让他走 咱们再重新找个 嗯 坐在终端机前的蒋雪舟就像噎住了似的 一时语色 红着脸说不出话来 过了好一会儿 他小声嘀咕了一句 你这个家伙 总感觉像变了个人似的 叶石笑了笑说 毕竟人也是会成长的嘛 你呢 感觉稍微好点了没有 一点都不好 更生气了 看着这个得意的家伙 蒋雪舟狠狠地瞪了全息屏幕一眼 口是心非地甩下了一句 其实他也意识到了 刚才的自己有些无理取闹 而以前的他其实不是这样的 甚至于大多数时候 他才是扮演更可靠的那一方 结果这次却完全反过来了 都怪这狗男人 红着脸的蒋雪舟做了个深呼吸 让那摇摆的心情镇定了下来 将注意力重新放回到了工作上 探索遗迹就交给你了 前面要小心 收到 抬手对着天空打了个招呼 叶石收起了检查完毕的装备 接着便大不留心地朝着洞穴的内部走去了 无名的山洞一片漆黑寂静 他在碎石上的脚步声显得格外的显眼 通讯频道内静悄悄的 同样没有一丝的声音 走在山洞中的叶石忽然想起来 蒋雪舟似乎很怕黑 也不知道坐在屏幕前的他 这会儿是不是已经把椅子扶手给抠烂了 或者干脆把镜头关了 心中如此想着 叶石绕过了一片泛着油腻光泽的中乳石柱 终于在一处斜坡的附近 找到了有人来过这里的痕迹 那是一道歪歪扭扭的阶梯 方方正正的台阶很明显是人工开凿的 而一侧斜面上的划痕 很像是在搬运设备时蹭出来的 这洞还怪宽敞的 叶石打着电筒朝四周看了一眼 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之余 眼中也不禁浮起了一丝兴奋 有人工开凿痕迹的不只是他脚下的这条阶梯 还有两侧的岩壁 原来如此 这些丘人开矿挖紧盖房子的技术 搞了半天就是在这座山洞里磨练出来 冥冥之中的直觉告诉叶石 这座遗迹的终点就在前面不远了 我下去瞧瞧 在通讯频道里留下这么一句话 他蹲下身沿着斜面朝着阶梯下面的空间滑了下去 伴随着一阵刺耳的金属摩擦 他的双脚很快接触了地面 着陆在了一片宽敞的山洞中 这里的面积很宽阔 有点像是在原有洞穴的基础上做了拓宽 叶石举起了电筒 朝着前方望去 很快就发现了一座合金门 与其说那是门 倒不如说是一块横在洞口上的钢板 而且很明显 那是从兴建残骸上拆下来的钢板 通讯频道里传来小声的惊呼 还真让你找到了 听着那不可思议的惊呼声 叶石得意地轻轻翘起了嘴角 他没有说话 走上前去伸手 拆下了那块已经嗅到吊渣的钢板 只是实验的话 应该用不了太多燃料 希望还有剩下的 第2909集 实验室内的空气很干燥 和外面潮湿阴冷的洞穴完全不同 显然 秋师也不是考虑到了通风问题 而这也让担心反应堆燃料罐泄漏的夜食松了口气 氦气本身具有较强的穿透性 因此对储存环境有着严格的要求 别说是肉眼可见的缝隙 就是无缝的玻璃和陶瓷都有可能透过去 通常情况下 这些核燃料都是在低温条件下 保存于高密度合金容器中 真是难为的家伙 把反应堆藏这么深了 蒋雪舟没忍住 小声吐槽了一句 打着电筒的灯光 在实验室的走廊中搜索 夜食随口回了一句说 但换个角度想 要是没有这座实验设施 任有那燃料罐扔在外面的森林 恐怕我们都不用费那个力气去找了 你这家伙是在故意找茬吗 怎么会 已经想到了那张红尘猴屁股的脸 也是调侃地吹了一声口哨 随后便将注意力重新放在了眼前这座地下研究设施上 从那些人工开凿的痕迹能够看得出来 邱石野博士对这座实验室确实倾注了不少心血 那大概是觉醒纪元早期 第二次审判日降临不久之后的事情 当时的他还没有在双子号的剑桥里写下那首诗 夜食试着带入了邱博士的视角 那个研究员当时的心情 大概就和发现了自己的吞男一样 心中充满了惊喜 躊躇满志 乃至兴奋和癫狂 这并不难想象 毕竟就在不久前 站在人连肩膀上的他 刚刚发现了人连倾尽所有都未曾发现的秘密 那个比盖亚更接近这颗行星上秘密的本质 名为因所夫之术的存在 以及那个历史远比人类久远 并且疑似窥见了世界本质的先驱 这座实验室应该算是他向第四面墙发起挑战的开始 而当他意识到自己的渺小 并在墙上刻下那首诗的时候 已经是他生命走到尽头时的事情了 实验室入口的立柜中 有两套防伏射符和一件舱外活动外骨骼 应该是从双子号上回收的 检查了实验室入口处的缓冲舱结构 夜食接着又观察了一眼四周 在通讯频道里简洁汇报道 在医疗条件为零的情况下活到六十岁 夜食也说不好这到底算不算长寿 通讯频道中传来催促的声音 先别管这些了 咱们还是赶紧找反应堆的燃料罐吧 收到 我正在找 夜食回了一句 随后便沿着狭长的走廊 向实验室的更深处探索 没有花费太多的时间 在蒋雪舟操作的无人机的帮助下 他顺着实验室内的布线结构 很快找到了反应堆的核心 那是一座圆柱形的灌体 约莫有四五人核爆的粗细 密密麻麻的管线缠绕在周围 连接着从星件上拆下来的电力部件 那样子要多抽象就有多抽象 以至于核聚变反应堆 在夜食心目中的逼格都快掉光了 不过眼下显然不是考虑什么逼格不逼格的时候 就在那电筒的光芒照在反应堆上的一瞬间 通讯频道里顿时传来激动的声音 找到了 就是那个插在圆罐上的东西 你是说这个吗 夜食顺着无人机投射的淡蓝色光束看去 在那巨大的圆罐中间 找到了一个向外凸起的握把 那握把连接着一块圆帽篮球大小的金属圆盘 镶嵌在反应堆灌体的正中央 似乎是功能部件 夜食伸手握住了握把 想试着将它从反应堆上拔出来 却发现 整个功能部件的外壳已经袖死在了反应堆结构上 我来帮你 说着的同时 蒋雪舟操控的无人机已经飞到了反应堆的旁边 两只形似弹簧刀的机械臂 迫不及待地从机体的下方弹了出来 淡蓝色的等离子体雨流 从机械悬悬臂的末端喷出 就像一把炙热的刀 轻而易举地插入了那锈石的缝隙 并沿着冠状的反应堆 与功能部件的连接处环切了一圈 伴随着一声咔的轻响 夜食感觉手上的阻力骤减 在一阵令人牙酸的金属摩擦声中 他终于成功地将功能部件从罐体中抽了出来 然而 当夜食看清那功能部件的全貌 他那原本激动的心情却是一瞬间沉入了谷底 只见一枚拳头大的孔洞就这么印在那储气罐的正中央 结实的罐体就好像被轰了一炮似的从中间戳了个对穿 难怪他抽不出来啊 好家伙 露气了 看着那令人难以接受的现实 夜食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 与此同时 通讯频道中传来小蒋绝望的声音 怎么会这样 不是插在反应堆上好好的吗 到底是什么东西把它打穿了 那是他们回家唯一的希望 没有了能够打开超空间航道的燃料 他们就只能在这五光年之外的世界度过余生了 先别急之绝望 这儿说不定还有备用的燃料 至少现在我知道这储气罐长什么样了 看着手中的空罐 也是心中同样是慌的一批 不过还是抽空安慰了蒋雪舟一句 接着在附近继续搜寻了起来 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实验室中搜寻了一阵之后 他还真在一张折叠床的下面 发现了一只一模一样的储气罐 这里还有一个 夜市惊喜地叫了一声 随后双手用力掀翻了折叠床 将压在底下的储气罐给搬了出来 也不知道那个秋师也不是的脑袋里是怎么想的 居然把这种宝贵的核燃料 当成了电床版的凳子 这家伙是打算靠这法子来觉醒灵能吗 不过用氦三当放射源 会不会太稳定了 看到夜市手中的储气罐 坐在同步轨道剑桥的蒋雪舟 眼中重新燃起了一丝稀奇的光芒 操作着无人机飞到了夜市的旁边 淡蓝色的扫描光束 很快从机体摄像头下方的发射器 投射到了灌体上 克制着波动的情绪 江雪舟深吸了一口气说 滚体完整度百分之一百 燃料剩余 灵 干 听到最后的那个灵 夜市差点没被自己的唾沫呛的 仍旧不死心地问道 会不会是测错了 不可能的 氦三构成的业氦 比氦四构成的要轻 你要是不信自己撑一下呗 夜市沉默了 主要是他也不会算着玩意儿啊 第2910集 过了片刻 通讯频道中传来悠悠的清炭 其实也是显而易见的吧 如果还有燃料剩下 那个秋师也不是 怎么可能把它像扔垃圾一样 随意地扔在窗板底下 这次从通讯频道中传来的声音 要比之前冷静得多 哀伤莫大于心思 虽然蒋雪舟承认 自己最初看到那个处习惯的时候 也小小地激动了一下 但事实证明 那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罢了 停顿了几秒 蒋雪舟忽然患上了释然的语气 其实仔细想想 和你在这颗星球上度过余生 也挺不错的 你在说什么蠢话呀 我们刚约好要去宇宙的边缘瞧瞧 叶石忍不住吐槽了一句 这家伙怎么突然用上大结局的语气了 他还没放弃治疗呢 是啊 可惜了 叶石能感觉到 那释怀的声音中带着些许的寂寞 看得出来 他是真的对自己提出的那个提议很感兴趣 而不仅仅只是为了配合自己 想到这儿 叶石的嘴角不禁翘起了一丝笑意 我的直觉告诉我 我们的故事并没有到此为止 蒋雪舟调侃了一句 是灵能告诉你的吗 你就当是吧 叶石神秘一笑 接着将自信的目光投向了周围 那和灵能其实并没有任何关系 纯粹只是敏锐的感知 带给他了强烈的违和感 并引起了他的注意 不算宽敞的实验室内一片漆黑 仅有他手中的电筒 和身旁无人机发出的光芒 是唯一的光源 不过 即便这里黑的伸手不见五指 在他的脑海中 却清晰的就如同白昼 他将从进入实验室的那一刻 开始看到的一切都记在了脑海里 并对每一处线索 加以抽丝剥茧的整理 而那些被他忽略掉的线索 也在这一刻彻底清晰了起来 门口的立柜有两只三角形的衣架 分别对应仅有的两套防护服 两套防护服都在柜子里 说明他并没有离开 通讯频道中一片沉默 只有莎莎的电流音 很显然 蒋雪舟并没有听懂他在说什么 过了好半天才接过话查说 你想说他还在实验室里 叶时冷静地分析说 准确的说法应该是 秋实也博士 在这个世界的最后时刻 是在实验室里度过的 蒋雪舟叹了一口气说 我觉得仅凭两件防护服 都在衣柜就做出这样的推断 有些牵强 万一他只是没穿防护服呢 双子号的遗迹 确实没有发现他的遗骸 但这并不能说明什么 他仍然有可能死在这片森林 和山谷中的任何地方 况且就算知道那家伙死在哪 又有什么意义吗 关键是何然料啊 那才是他们真正需要的东西 叶时淡淡笑了笑 继续说道 如果是出门的话 他一定会穿 至于为什么 只要你来地面上瞧过 就知道我为什么会这么说了 当地土著关于始祖的一切记载 似乎都和动力装甲分不开 其实仔细想想 那些土著看到的未必就一定是动力装甲 也可能是外骨骼加防护服的组合 不过有一点是无庸置疑的 那便是所有始祖都几乎不以真面目示人 只要出行就一定会穿着笼罩全身的衣服或者铠甲 至于理由其实也很简单 这片森林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毒虫 我们刚着陆的时候 不是就见过了吗 江雪舟愣住了 可是穿那么厚的防护服不热吗 夜时淡淡笑了笑说 防护服自带散热通风模块 虽然麻烦了点 但总比被毒虫咬伤 甚至是咬死要好 当地的土著可能不受毒虫的影响 毕竟他们在这繁衍生息这么多年 可能早就习惯了 但对于来自地球的双子号船员来说 那些毒虫就算不致命 也有够烦的了 可是就算知道这条线索 对我们又有什么用啊 江雪舟小声嘀咕了一句 夜时环视了一眼漆黑的周围 语气温和地继续说 怎么贵没有用呢 这明明是条了不得的线索 我们有确凿的证据 能够证明秋实也博士生命的最后时刻 在实验室中度过 然而实验室中却找不到他的遗体 那么问题来了 他去哪儿了 空气死一样的寂静 过了好半天 通讯频道中才传来一声吞咽唾沫的声音 你这话说的 我怎么感觉背后凉嗖嗖的 你在天上 感觉凉嗖嗖个锤子 夜时没好气地吐槽了一句 随后走到一旁的办公桌和白板前 那白板上写着一些图图改改的计算公式 大概是秋师叶博士随手打的草稿 他看不懂那些公式是什么意思 只是用战斗记录仪拍了一张照 接着便将目光投向了桌上的那一摞纸 由于经过了岁月的洗礼 那些纸张都已经泛黄 不过即便如此 夜时还是能够勉强看清楚 残留在那一页页残缺不全的纸张上的笔记 他将注意力完全沉浸在那一行行残缺不全的线索上 而就在这时 灵能赋予他的能力再一次创造了奇迹 在那视线无法穿透的虚无中 秋师也博士仿佛活了过来 站在了他的身旁 拿起了那只已经蒙上尘埃的笔 那张脸上写满了前程 即便是隔着上百年的时间 夜时依旧清晰地看见了那张脸 传言间 他坐在了桌前 一丝不苟地在实验笔记上写道 他们都说我疯了 但我看他们才是真的疯了 我们距离通往真理的大门从未如此接近 甚至已经有人替我们找到了他 我们所需要做的仅仅是把那个已经打开过一次的盒子再次打开 我甚至已经找到他 他就在我们的脚下 他的嘴叙叙不停地念叨着 站在他身后的夜时 则是叙叙不停地重复着他的呢喃 在一旁看着的蒋雪舟被整得一头雾水 操作着无人机的他并不能看见夜时看见的那些东西 他眼中的画面完全是另一副模样 站在无人机镜头中的夜时 就好像疯了似的 对着几张残缺不全的纸 叙叙不停地念叨